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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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學來了 根本天上人間 各國福利大公開 補助交通費 公司幫我姊姊家人 付了大概12萬 新加坡福利是什麼 輕輕鬆鬆擁有一套房 義大利 有些像這個 你講這個幹嘛 上來加拿大 你平不用工作 都可以舒服的生活 單身的人 如果失業的話 贏對月 可以一輩子 整身還有福貼可以拿 好 生小孩福利多 高興育嬰家放到爽 我成交是20週全新 育嬰家上次6週是70% 瑞典基本了 480天9成的薪水 其實從90天是 霸滿一定要有 什麼 生小孩竟然補助那麼多 那我要趕快生一個 什麼生一個 生越多 補助越多 多要生幾個嘛 我們兩個聽起來怪怪的 同學來了 同學來了 同學來的鼓勵 好帥喔 我們每次就要比這種福利 就很緊張了 福利最多的 聯合國在3月20號公布 2023年世界幸福報告 對100個50個國家人民 進行調查 依照什麼 壽命啦 GDP等等來做評比 前面幾名的分別是哪些國家 我們來看看幸福報告 第一名芬蘭 第二名丹麥 第三名冰島 第四名以色列 再來是荷蘭以及瑞典 厲害了 我們台灣是 好像沒有亞洲國家吧 亞洲國家是台灣排27 我們台灣全球第27 全亞洲第4 全亞洲第4 已經不錯了 這個第47是日本 第57是南韓 第一名是芬蘭 我們今天有芬蘭的朋友 沒有 因為他們都不想要 不想要離開芬蘭 太幸福了 所以這邊是名字比較不幸福的 不會啊 你看我們有瑞典 全世界第6名 馬丁對不對 辛苦 但是其實台灣很好的是醫療方面 醫療世界有名 大家都知道對不對 這世界上還有哪一些 還有一個地方的醫療福利也很好 就是 問來 那個字要念問 問來 三點水給我 不是問來 問來 對 他們的醫療是免費的 免費 對 如果說你要進行手術的話 不管大手術還小手術 他們就是象徵性的時候一塊 我插不一下 問來不是便宜喔 如果說我要動心臟 我覺得這個醫院的心臟科 不是很好 問來找不到的話 他出機票 讓你帶一個家屬 是 經過這一個你在問來醫院的醫生 看會覺得我們這邊不太OK 你可以指定你要去的國家 我要去台灣醫 我要去日本醫這樣 醫院簽合基本上就過去了 其實台灣也不錯 但是很多國家的代表也都覺得說 我們好棒棒 我們是NO.2 對啊 所以今天就是要來辯論一下 我們要來PK一下 進行這個算是 好 先兩兩PK 兩兩PK 我們覺得說 因為我們絕對不會想要說 故意把日本跟南韓擺在一起 對啊 對不對 我們都是用抽籤的耶 剛好第一戰就抽 第一戰 日本對韓國 來 Battle 來… Let's go OK 來囉 日本vs Korea 來… OK OK 國際 誰的福利比較好呢 好 我們從日本先殺好了好不好 來… 有什麼優點講出來 上班交通費不用花一毛錢 真的假的啦 不要硬講好不好 怎麼可能 真的是真的 那誰付 就是工資幫你出這個錢 每一切爆帳 是都這樣嗎 大部分… 因為我那時候還算是打工 打工就公付 交通費是公司付 對… 那你那時候大概一天要花多少錢 那交通費 一天要花大概是日幣600左右 600 那其實沒有到很高啦 對啊 200塊 因為我剛好住在附近 200塊 一個月大概6千 6千 對 6千塊 對 自己開車的話 那公司還幫你算 就是助理多少 那你用的郵費要多少 郵錢 郵錢會幫你出 這個不錯 郵錢也幫你出 這個不錯 連回老家的旅費 是不是公司也都包辦了 就是說譬如說過年過節 對… 就是說我住在 我住在 我東京人道就是 我要去北海道 親身 什麼等等的這些 有… 比如說遇到很重要的節日 這個時候 有一些公司會 補助交通費給員工 讓員工回去 就是回鄉下 回家過那個節 回家 那那個是國內 國內 在國外 國外也是有 像我的姐夫之前 被派到新加坡去 那我就是 那時候也是草木姐 是 公司幫那個我姊姊家人 付了大概 12萬 12萬 台幣 因為我姊姊還有姊夫 一家人全部去 一家人還有兩個小孩 就是基調全部都去公司付錢 太好了 這樣很好耶 這個日本強喔 對啊 對啊 公司不會倒我們啊 台灣的話大部分就說 不要請他就好了 我們另外一個也沒問題 為什麼一定要請他呢 他要住那麼遠 對 某某人的能力也很好啊 他還跟他爸媽一起住 為什麼要多付那個錢 好像是喔 對啊 沒有必要嘛 日本這個真的不錯 日本呢 就是就 都是叫你們來上班 鼓勵上班嘛 對不對 韓國呢就是看上班下班 都是要看自己的心情 可以不用上班 對 一樣照著全領 真的 全領錢 對 全領錢 就是叫做韓國上下班 就是看你自己的心情 真的嗎 對 可是我聽說韓國 社會壓力很大的 沒有 韓國就是每一個月齁 每個月都有就是off day 就叫做off day呢 就是你可以 你可以就是早一點下班 就是早一點下班 譬如說我是六點下班對不對 那我可以四點的時候拍拍屁股走人 我不用跟人家報告 只要拍拍屁股就可以走了 要拍兩下 對 你沒有發現了嗎 試拍自己的屁股 對啊 試拍自己的屁股 對 拍邊 好像有點開心 如果我要跟公司請假 是不是要請假單 韓國完全是不需要 因為這是公司規定的 所以off day 就是你今天就是每一個月當中 你可以自己選定一天 你可以就是怕他第一天 對 然後還有一天是這樣 另外一天呢 遲到day呢 你可以遲到喔 遲到day 遲到喔 遲到喔 你們應該只有 對啊 遲到呢 你可以就是 譬如說公司規定9點上班 你可以11點上班 就是你指定的那個遲到day 那是有看公司的吧 不是每個人都是有家運的吧 但是現在 但是現在就是越來越多公司 因為為了就是要 就是印證好的人才都會就是 基本上的配件都是有這一些 所以一個月加起來 就四個小時嗎 聽起來它12萬比較好 對啊 錢比較多 對啊 你也要這個去 但是不是每一天都12萬吧 對 不是每一天 但是我們的放假 一定比韓國還要多 還要多 放假比較多 這好像贏 有事每事就放長假 連假的概念 因為我們其實日本啊 就是國定假日 或者是產假很多 譬如說 就是我們5月這個時候 有 黃金粥 對 大家都知道黃金粥 這個時候都會放 一個禮拜到大概 最多10天的放假 10天 加起來可以到10天 對 還有這個黃金粥之外呢 我們9月的時候 還有 也是一個放假 大概是5天到 5天 5天到一個禮拜 5到7天 5到7天 對 這是每一年都會有的 是 黃金 白銀 對 黃金跟白銀 5月有 9月也有 9月也有 然後剛剛那個韓國講說 有彈性的什麼 遲到對 遲到對 什麼的 對 但是我們日本也有 彈性放假的 就是我剛剛前面講的就是 那個掃墓節的時候 很多公司放就是彈性 讓員工彈性放假 大概是一個禮拜 一年這樣算算 總共有 3分之1再放假 3分之1不錯耶 韓國也是119 韓國才是119天 你才一天 才一天 才一天 才一天也是多一天啊 才一天 硬生生的就多一天 一天 我就是要多一天 對啊 多一天 這樣也要計較 她是 她放假的這個數字 是先去看韓國的大概 先去看 她因為1199 那我們已經2年了 很快一點 那就這樣設定 我輸了一天的放假 反正總之她是119天 我們是120小 但是這個 這個我就覺得這個很厲害 走心了 這個很厲害 這個呢 免費全身精密健康檢查 這個很重要耶 其實很重要 免費的 對 這很貴啊 借減很貴耶 借減很貴 好 今天就是韓國 只要你就是滿一年的上班的人 都有符合 每一年 或者是看你自己的時間 兩年一次也好 一年以前 這個是看自己要決定 全部 這麼好 精密的部分全部都 百分百就是公事負擔 健康檢查超貴的 有時候要2 3萬 甚至要到10萬 3萬跑不掉 看你做得多仔細 假設 我今天跟這家公司離職了 但是我找不到公司工作 那該怎麼辦 36個月前一家公司 會服貼他的健保費用 所以 對很好 就是這個部分可以申請 所以總是有人付就對了 我真的還好耶 很好耶 對 健康檢查就是 很基本嗎 日本也有 日本要錢吧 日本很多人不健康耶 日本也是每個公司 讓員工去健康檢查 不用錢嗎 不用錢… 真的假的 不用… 多精密 什麼進 多精密喔 前後進那些都有 大廠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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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愛的都有 因為之前 對 打工也可以 打工也是有健康檢查 如果超過你的上班時數 超過一定的量 那一定要去檢查 一年一次 所以包括 除了上班族之外 小朋友看病也都不用花錢 對 沒錯 我們現在日本是高中之前的話 是小朋友看 不管是小病大病都不用錢 這麼好 都不用錢 不用錢 不用錢 就一毛錢都不用 還有… 然後這個福利是不只日本人 如果你們住在日本 你的父母 你的父母是只要有合法的簽證 還有加入我們日本的健保 對 外國人也是可以有這個福利 這個滿好吧 兩邊都講完了 對 大家要來投票一下 到底是日本的福利好 還是韓國福利好呢 大家比較想要去哪一個國家 思考一下 新桌票 請寫出你新桌的答案 日本還是韓國 好 大家寫得差不多 請分排 來 好像日本比較多 難算… 日本好像還是多了幾票 日本贏 日本6票 日本贏 但學韓國的人也很多 對 因為我覺得日本有一個很大的BUG 我覺得他們的這些福利很好 可是我們都知道 就是日本人 對 沒錯 他們完全不敢放假 他們完全不會去 不可能去看醫生的 他就是要去上班 所以 不敢去看醫生嗎 我可以給你那麼多放假 反正你都不會放假 對 你就是還是會去上班 可是呢 我們是外國人 一年我給你300天 我看你要放幾天 對啊 你請看看 可以請…你請看看 你快請啊 快啊 老闆可能不要跟你講 不會 很催你 那老闆你聽到這個話你就收 沒關係 我願意為公司 再盡一份行李 對 就繼續上班 沒有 大家誤會 現在不會這樣 現在不會啦 而且我們剛剛講的是 國定假日放假 不是年假 對 年假的話 有些公司可能是有點有壓力 就不好意思講 OK 所以這個是國家規定 所以日本勝出了 好了 歡迎 韓國是怎樣 不認輸是不是 不認輸 我不認輸 為什麼 我今天是雖然是輸給日本 但是其他國家還在啊 來啊 來啊 你挑一個 你覺得你一定可以贏他的 對啊 好啊… 我就跳…一個 我隔壁的好了 我隔壁的喔 新加坡 給你一個機會 他覺得你很軟 他覺得我國家很軟 你覺得我很軟 40挑軟的吃 真的耶 國家挑軟的PK 是這個意思嗎 好 怎麼會這樣呢 好 來 PK一下 來… 好 靖倫 妳被挑選中了 要PK對不對 準備好了 那他要先來 蛤 我來 我先來 來… 韓國呢就是跟全世界 完全沒有的一個就是 租房子的一個很不一樣的東西 叫做 這個東西 全市族這個東西呢 就是存在榜 就是這樣子 然後這個呢就好 我今天要租房子的時候呢 好 這個房價的 差不多30到80% 這個都是跟房東就是討論 好 我今天就是三成以上的付房租 就是一大幣錢就是給房東 然後呢 譬如說 我跟他簽約了兩年的時間 我都不會再付任何的一毛月 所以就是使用房租的費用 然後呢 我只要付那個水電費而已 再來呢就是我離開的時候 房東還把就是我當初 一大批錢就全部都還給我 因為房東呢把兩年的時間 把我的錢去管 他投資也好 或者是放銀行就是利息也好 因為很大筆 他真的是很大筆錢 所以他用這種的方式去 就是滾錢滾 可是那這樣的話誰要當房東啊 對啊 因為如果我先拿了你兩年的租金 我拿去投資 結果我投資失敗了 然後到兩年後 我還要再把原本兩年的這個錢 再還給你 那這樣他幹嘛當房東 他賺什麼 對啊 但我覺得我們不用顧慮 問到這個時間 對 因為像妳們真的想去投資這樣 因為實際上 妳們真的會去韓國買房子 然後租給別人嗎 我妹是不是有可能 有可能 有可能 現在可能性越來越小了 越來越小了 幾乎是零 幹嘛這樣子 最近沒有在聽他提到什麼 太多事情 我覺得繼續問下去 我可能就不用再講了 可能就不用再講了 對啊 換你講 換你講 他們有這麼好的社會福利 租房子對不對 我給你看新加坡福利是什麼 直接買房子了啦 輕輕鬆鬆擁有一套房 多輕鬆 政府呢就主張安居樂業 先成家再立業 所以每個人都有一個家 所以我們主打 年輕人賣房 絕對不是夢 我知道我你未來不是夢 我認真你過每一分鐘 好 順便唱一下好了 後面的高音會給我 後面的高音 我你未來不是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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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人間你過每一分鐘 我你未來不是夢 我的心跟著希望在動 跟著希望在動 好 好 新加坡福利比較好 下次我不要吃飽再來 還不錯喔 領遲就要這樣逼他唱一下 高音很高 因為我們有一種福利的東西 叫做公積金 公積金 大家可能都有聽喔 不是公積的金 沒有 好 公積金是一個 覺得如果你去工作 你的20%的收入 會進入到那個公積金 OK 然後你的雇主呢 還要再付17%到那個公積金 所以總共會有37%在裡面 是 對 所以我朋友呢 大概35歲已經買了一套房子 在台灣買的話 他在新加坡北部 等於是淡水區的一個 1100萬的房子 大概30幾坪 真的嗎 三個房間 大概1100萬對不對 可是國宅 他為什麼買得到 他已經 其實他的公積金 已經夠付他一半的錢了 為什麼 他一個月賺大概 換算台幣8萬2 8萬2 37% 你大概是可以 一個月領到3萬塊在公積金裡面 是 一個月3萬嘛 一年多少 一年36萬多 然後 10年 10年360萬 你看1000萬的房子 你已經差不多快一半付完 那個是被強迫的儲蓄喔 在裡面喔 強迫儲蓄 對 很快 你可以把你的房子 全部繳清了 而且新加坡是不是只要結婚 登記了去買房 會更加的優惠補助 對 第一次買房是國宅的 我聽說好像 那種BTO 我們叫BTO BTO的 就是還沒有建的新售屋 好像政府會補加5萬新幣 因為我之前在新加坡工作過 大概吃到那個新加坡的那個福利 真的很好 因為像我年紀30 你就是不想要讓韓國贏就對了 你現在又是跳出來當新加坡的忙 你今天很踴躍欸 你說... 對 但是像我一樣年紀了35歲啊 40歲以下的朋友 對 還有聽說過 35歲沒有結婚的話 如果是單身 那好像可以優先買房子是不是 是嗎 也不是優先 是國宅 其實要讓你結了婚之後 才可以去買房子 那如果永遠單身怎麼辦 你35歲就可以買你自己的房子 對 35歲不管 不管你有沒有結婚什麼 你就可以擁有一套房子 不是 主要是因為他們有那個20%跟 公司要補你17% 37%一直存 可是這個要在台灣的話 比較難執行 就是說政府要先扣你20% 30% 這個可能 就沒辦法生活了 對 年輕人可能沒有辦法接受 我說你先扣走 我為什麼不能用 我生活都快過不去了 你還給我扣一部分 對 所以就可以保障你們每個人 都可以買得到房子喔 就是政府希望大家都可以 有一個房子 外國人也可以嘛 外國人也可以嘛 新加坡公民跟永久居民可以 永久居民 所以你要住個大概兩三年吧 就搬過去住一陣子 對 搬過去住一陣子 就有這個資格了 很棒 很棒 好 糟糕了 韓國 對 這一條應該是你們沒有 絕對沒有 這一條是真的沒有 不好的我們不會有啦 這一條叫做 整形還有服帖可以拿 好 太好了吧 這個又傻 鼓勵整形 好 不是 變年輕的從9歲開始到24歲 如果你今天身上有一些 就是不敢就是面對外面 就是沒有辦法就是出去外面 就是有一點就是焦慮症的 那一些人 那該怎麼辦 因為他是我們國家的 未來的棟梁啊對不對 就要好好要培養 但是他卻就是沒有辦法 不敢出門這樣的狀況很糟 所以國家呢 他會就是補助這一些整形 好 今天全身都有紋身的人 就是我想要就是 改投回來 那這個費用就很大 就是國家會補貼 或者是一些被霸凌 就是沒辦法面對社會的人 就是國家也會幫他就是補貼 但是這個不是就是 每一個家庭都能就是補得到 好 譬如說就是已經說 韓國中山階層是194萬 就是台幣4萬4以下的收入 每一個月收入的家庭呢 如果就是遇到有這樣的小孩 那我們就國家會就是補貼 幫他就是整身就是幫助就是 整容回來 我想請問這個福利是全國都有嗎 現在是韓國就是有一 就是廣州 廣州開始推動 廣州 可是加拿大也有這個東西 就是限定就對了 去 加拿大也也開始了 找到有這個 我是以為每個國家有 如果有健保的話 是有這個東西 就是說如果你要證明一下 你的身體的某一個方面 是影響到你的生活的話 你可以去整理一下 就像我有一個朋友是 他的胸很大到他的背會痛 他是可以免費的去做的 好囂張喔 真的 結果最重要的是 他去整理的是他的背喔 不是他的胸喔 不是幫我把我的背弄不痛 喬回來 對… 還是留著 你不然還可以送你獨家 到不知道北部 南部 看山或者看海邊 對啊 送你到一種SPA 然後幫忙 讓你心情變好 有一些按摩什麼的 對 對 這麼好 如果你那時候也是上班的人 平常也會收到全薪水 奇怪了 昨天剛剛到底是付了你們多少錢 讓你們都讓韓國又贏的感覺 真的沒有 現在就我要跟新加坡PK耶 我們看錯重點了 可以請你們不要加入嗎 我再跟新加坡不是他們 奇怪了 來… 剛才都講年輕人對不對 今天覺得新加坡 教育的福利很好我就不說 我們講一下就是 比較年老一點的嘛 樂靈人士 我們新加坡是個養老天地 對老人超級好 大概63歲就可以退休 罰定 但是如果你想要再做到70幾 我有看到70幾的 在開那小黃的司機70幾 所以他覺得很閒 他想繼續工作 他還可以工作 但如果他不想工作 其實呢 新加坡我們國宅很多社區 社區都有個社區中心 我們叫做 裡面有很多很多的活動 都是免費的 只要你是樂靈人士 你只要給他看 我的年紀不小了 我就可以進去可以享受 還有歌唱班 下棋 甚至是打麻將應該都可以 交朋友在那邊玩 而且 而且全部免費 對 這麼好 新加坡政府還會一年 給那些老年人 就是樂靈人士 大概 一年一萬到一萬二的錢 讓你去上一些課程 免費 對 去上語言課程 對 你去上 過噴潤之類的 就讓你活到老 學到老 家裡不會閒這樣子 還有很多 像我的爸媽 有些好像我媽不太會用電腦 政府也是說 給你錢你去上電腦課 給你錢你去上英文課 給你錢 還有有一些是 你不上沒有 上課還有錢 對不對 而且政府還要你說早一點出去 老年人 65歲的那些 你只要7點半 早上7點半 以前大家公共運輸都免費 都不用錢 要早上7點半 7點半之後都辦假 但還是便宜啦都辦假 鼓勵你多出去這樣子 所以我每次回新加坡 我就要帶我自己的鑰匙在身上 然後你爸媽可能都不在家 他車出去了 都在那邊趴趴走對不對 很棒耶 哲田 你又想要講話 不好意思喔 我不得不講 真的 新加坡的福利真的很棒 就是之前工作 然後公司會補充 補助給你去買隱形眼鏡 或者是眼鏡 真的喔 真的喔 對 不是蠻好嗎 很好啊 我們是嚇一跳 我們講怎麼買隱形眼鏡 這個我比較會跟以前 但那如來放大片呢 也是可以啊 這可以 這可以 隱形眼鏡 隱形眼鏡有度數都可以了 會不會補助雷射 雷射啊 對 雷射會嗎 應該是 我幫你問看看 放你問看看 應該是問靖倫吧 你問他 可能問他不要再幫新加坡講話 真的耶 這可能是因為 對 遠哥看得清楚 可以工作得更好 對 妳到底有多不想讓韓國演 妳在韓國演講福利都有 只是我沒講而已 65歲以上老人家的福利真的很多 她剛剛說雷射 雷射也包括 然後就是聽證器 還有就是還有假牙 我們韓國都有 都有有福利補助 剛剛怎麼沒寫到 妳是真的嗎 真的 真的… 我媽媽說我媽65歲以上 然後說她要指牙 就是兩顆一指牙 完全是免費補助 然後你70歲以上的話 4顆就是免費補助 好 OK 時間差不多了 請大家投票 投票了 來 到底是想要去韓國 還是要投 哲田心中的新加坡呢 好 我們3 2T 請發展 新加坡 新加坡 謝謝… 一面打… 沒有人投韓國 有…有一個想要的 有一個想發言 一整集沒講話 你有拿錢是不是 他可能想講話 不是 因為最後聽到他那個 直牙真的是太划算了 因為直牙的台灣很貴 而且直牙通常 大部分的國家都是不給付的 就憑著這一點我投給男孩 我可以去補一下新加坡 因為全世界只要是有錢人 都想要去拿一本新加坡護照 就已經全世界公認了 是 因為他們的稅制是全世界 17% 而且你知道他們是 是 阿K你在 你在美國買的房子 在日本買的房子 賺了錢以後 在當地繳的資本利得稅 你在台灣也要繳個人所得稅 兩邊科稅 新加坡不用 完全不用 你在美國賺的 你就是 又在美國 新加坡不會給你追稅 真的耶 是全球的富豪 超有錢的 很多都有新加坡的身分證 新加坡現在人均所得亞洲第一 而且他們可以賺這麼多 又均富很不容易 現在新加坡大貨窮盛 好啦 但我們也因此也知道 韓國的確也有很多社會福利的 對 對啊 也謝謝金老佛也告訴我們那麼多 謝謝 接下來是瑞典 vs波蘭 Let's go Alright 好 我們是從波蘭先開始好不好 對 到底波蘭的福利 因為瑞典老神在在 我想講的就是這個 哪一個 政府 免費福 零用錢 發零用錢 就是這麼好 對 什麼意思 我們不用講波蘭人 不用付錢 所有年數的費用 就是從學校到大學 我們都讀免費的 讀到碩士 博士都不用錢 對 到博士 連到博士都不用錢 都不用錢 對 而且博士的話 他們也還是會給你零用錢 就是像一中的那個薪金 你會拿到2萬5到3萬5 每一個月的零用錢 對 但是如果你是一般的學生 比如說大學的學生 你會拿到每一個月 大概3500塊台幣 這麼好 政府給的 然後如果是外國人 越來越好 我那時候在年書 在波蘭 然後我的外國朋友們 他們都拿到每個月 比我還多 什麼 當然其他也有 比如說那些零用 學生零用也有 對 但是比較特別就是 算零用錢 零用錢 對啊 太好了吧 學雜費全免 還給你零用錢 來… 這樣大家就會好好念書了 對啊 當然 但是一個缺點就是 每一個人在波蘭是 最少他是 所以可能你去麥當勞 然後你的服務生 就是碩士 對 所以你一定要尊重每一個人 因為他們可能比你還聰明 真的 所以也是 對 那個炸薯條的通通都有碩士學 對 炸薯條 對 但是找工作非常非常難 因為大家都是碩士 所以如果老闆要選誰最棒的 那一定是黏在國外 或者看他們的那個項目 看誰炸薯條技術比較好 對 誰 那… 誰那個CV比較特別 可能你去哪裡 你的資歷比較特別 對… 蠻棒的耶 蠻厲害 做平衡的 馬丁你要怎麼回啊你 是吧 學校 教育嘛 全部都是免費 我們瑞碟也是嘛 從小學到大學 連博士 索士也寫 全部都是免費 也是嗎 當然啊 全部都免費嘛 而且你看小學生 那個小學 我們都有提供免費的餐 每一個學生都有 就是免費的午餐啊 免費吃飯都不用錢 吃飯不用錢 他們的那個班車也不用錢 小學生都什麼都不用 好 另用錢嘛 3500 不錯喔 不錯喔 你看瑞典喔 你是一般的學生 你就有大概四五千塊台幣 然後你就是大學了嘛 你大學生了喔 那就需要多一點錢嘛 1萬塊 1萬塊 這應該都喊的 你現在好像購物台喔 南坡人也是啊 就是看你年數多厲害啊 沒有…我是說最基本的 他說一般大學 好 你不想要在瑞典沒關係 去國外留學也很好嘛 好 去 需要什麼錢 學費 你需要機票 生活費 房租啊 去寫 什麼 全部都給你 有一個… 有一個小… 在這邊 因為好像我 我高中畢業 我就去日本兩年 日本兩年完 我就來台灣一年嘛 這三年 我都是跟政府拿了這些錢 什麼 所有生活費啊 房租啊 絕學我通通都跟政府拿了 但是 大概三成是他們的補助 給我面 給我 其實那個就是一個貸款 這種學生的貸款 但是是 完全沒有利息 而且如果我沒有收入 我就不用管 我有收入 他會以我的收入來算 你需要付多少 太多了 沒關係你就少付 沒有付錢到你退休了 好 不用再付了 他剛剛講瑞典1萬塊對不對 對 很驕傲 還特別沒有紐西蘭嗎 紐西蘭一樣是18歲以前是 學費全名要繳雜費 上了大學之後呢 大學當地人是要繳學費沒有錯 但是每個月 每個禮拜是可以領津貼 牛幣250到350一個禮拜 換算他那台幣是5000到7000 所以最多你只要去上學 一個月可以領2萬8台幣 而且因為我們家的孩子 前段時間才去填問卷申請 問卷過程很有趣 非常人性化 他會先問 你跟你爸媽住嗎 你爸媽沒有房子 那女士外面租房子 你有沒有室友 津貼補助不一樣 如果有在外面住的話 你有沒有交男女朋友 男女朋友有對象的話 津貼不一樣 你交的對象 你有沒有超過24歲 有的話津貼不一樣 會比較多嗎 假設你交的是熟齡的 超過24歲的話 你津貼就比較少一點 你交的跟你一樣都是學生的話 津貼多一點 很人性化這些東西 因為這個是建立在一個 什麼事情上面 就是說你要老實的回答 對 因為你答了這問題之後 他可能會有一些 會有一些要求你外面 如果住房子的話 你要繳房租的租金給他看 對 有沒有室友要有證明水電費 這些他會抽查 因為你這些社會福利 假如說有分說 怎麼樣就會給多 怎麼樣就會給少的話 在某一些文化裡面 我們就會想盡辦法 要拿到最多 對 這樣可能就破壞了這個制度了 對 有些福利 只能在某一些國家實行 對啊 像剛剛講的 馬丁講的 他這幾年 譬如說在日本 在台灣 都沒有付到錢 那個七成也是等到說 反正他有能力付我再還就好了 可是我除了飛機票 來到台灣那時候 我當繳換學生也都沒有付 也都沒有付到錢嗎 繳換學生嘛 妳不一定就是會拿到這個 所以瑞典只要妳 妳就去 妳不用看妳的成績或什麼的 沒有 妳想要去妳就去 然後都可以過 妳只要申請就過了 好啦…囂張 我還有要講的 妳又要講的 還有嗎 我還有講的 對啊 就是 因為台灣人喜歡說 到六歲 我們國家幫妳養小孩 對 六歲以前 可是波蘭人到18歲都會幫妳養 因為學校是免費的 但是每個月你還是會拿到 大概3500塊台幣 每一個月從寶寶出生到18歲 因為18歲才是大人 而且最近也發了一個項目 就是說 2022年出生的寶寶 今年他要慢一歲的時候 又可以開始領另一個補助 就是每個月都會有8000塊 大概8000塊台幣 對 隨著年紀增長越來越多 所以一年就可以領個十幾萬 跑不掉了啦 對 然後我們政府當然是希望 大家都可以多生一點寶寶嘛 對啊 所以我們 長家是 你會拿到全新 接下來 育嬰加36週是70% 所以你總共用56週 可以跟寶寶 照顧寶寶嘛 這馬丁好像追上來了喔 唉唷 換我的字 是 對啊 怎麼樣 怎麼樣 這樣大家才敢生小孩 有時間又有一點錢這樣 有一點動力 需要支持這些想要生小孩的 所以瑞典當然也不會輸 我們也是高興放語音價 瑞典的基本 480天就已經也是對於什麼 60 快64週 64週 對 480天是有最多 對 然後 就480天 其實從90天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爸爸也要培養小孩 也要一點感情 很多人就是會這樣是覺得 因為爸爸的薪水比較高 他不能去放假 不能清假 因為要就是去上班 但是沒有我們就是說 三個月最少要去陪小孩吧 這個很重要 我聽到 我聽這兩位講 我覺得心裡面不開心是什麼 你知道嗎 就我們也想PK一下 來 小潔你PK一下 台灣的 台灣的方面 來 有小孩 你有小寶寶的人 你來講一下台灣 我剛剛聽到我眼淚都掉下來了 對啊 為什麼會掉下來 不是 因為他們是在比有錢 我們台灣是 我們生 現在生 大家北北極是2萬塊 一胎就是2萬塊 然後他每個月再給你5千 對 5千塊 然後到好像6歲之前 就沒有囉 好 這邊都已經講好優點了 厲害 大家先來投票 投票時間 到底要去瑞典還是去波蘭 瑞典、波蘭 然後都 好像都好 聽起來都不錯 都不錯耶 強強PK 請翻版 瑞典 來幫我們統計一下標準 瑞典 好像不用統計了 好不用 演大聲 好 怎麼那麼誇張的 這樣都不是說波蘭那麼厲害嗎 雖霸融 對啊 都很棒 好好介紹到他們的國家才是重點 沒錯 好 謝謝兩位 接下來 接下來是義大利跟加拿大 Let's go OK OK 誰要先來咧 來… 我先來… 我講很多很多你們都不知道 我義大利的事情 第一條 一個月生活費只要3千台幣 怎麼可能 什麼意思呢 只喝咖啡嗎 只喝咖啡沒錯 不是…只喝咖啡 想要騙我們去義大利 對啊 多來 拜託你們多來 所以我們之前念大學的時候啊 你們知道嗎 除了我們大學非常非常的便宜以外 一整年只要大概五萬台幣 就可以念威尼斯大學 很便宜 對 但是呢 我們在那裡 我們大學會提供宿舍 除了那個以外 我們只要付 大概每個月差不多三千塊台幣 他就會給你三餐 在那個… 這麼便宜喔 在那個餐廳的蜘蛛餐 但是不是說很爛的蜘蛛餐喔 是那種義大利等級的 厲害的 有義大利麵 有牛排 有雞排 薯條 披薩 而且好的披薩 沒有 豐盈那種 厲害的 還要站出來是不是 還要站出來夏威夷披薩 咖啡 咖啡的菜好吃好不好 咖啡 咖啡 不加水的 不加水 哇 最高的 好東西 如果我是在為你是隨便自己 不許不用這些福利的話 我每一個月一定會花兩萬塊 官吃飯的 我的朋友他的薪水 他們家人的薪水 所以比我家的第一劫 所以他這個三千塊都不用付 免費 免費 對 免費 然後變很胖 變胖 吃的白白胖胖的 對 意大利有一些鄉鎮 因為要招住戶來住 房子用送的 房子用送的 你講這個幹嘛 我因為最近的新聞有報導 這個 真的 就是他有一些地區 可能需要多一點的居民 他需要居民進來 來 你來這邊住 因為很多很多地方 他已經可能很多 好幾十年沒有人住那裡 所以沒有商店 什麼都沒有 他希望人家可以來那邊 可是他有一些條件 你一定要開店 你一定要做一些 做生意 就不用店住 對 而且你一定要自己出錢 維修那個房子 所以一個可能一千萬的房子 他送給你 但是你會花一個三百萬去整理 但是也是很不錯 對啊 也很好啊 OK 接下來我們要講看加拿大 來 我想講他將的是生活費很便宜 但我想說的是 在加拿大 在加拿大真的不會有工作 因為呢 如果你是實業 只有你前一年用 工作了半年就可以開始領錢 你可以領到你原本的薪水 5% 到最高是一個月6萬台幣 你可以領到10個月 我有查過在台灣才留個月而已 然後呢 就算你是一個單身的人 如果失業的話 你還是可以領到錢 你可以領一個月1萬1千塊 你可以領 一輩子 對 只有你沒有找到工作的話 你還是可以一支 一支領那個1萬1 直到你死 蛤 那這樣大家會不會都不工作啦 對啊 故意找不到 對啊 是真的啦 太可愛了嘛 你想罵人嗎 這個我聽過了 不好意思罵人就說太可愛了 這個我聽過 你們那個補助根本就沒有辦法 補助你們的租金 因為我這個 是真的 太少了 他會真不會補給他 但是租金一方面來講也太高 對不對 高到今天那根本沒有用 他領的那個一個月的錢 是補助兩個禮拜的租金 哇 租金很貴 對 所以他可能要賣一些內帳 厲害了 來 加拿大 義大利 來 現在大家來投票時間 比較想要去哪裡 哇 加拿大 加拿大 義大利 兩邊都有耶 什麼意思 好像差不多 等一下差不多耶 義大利顯勝 你們都是 好不好 不錯… 所以這邊義大利顯勝 我是覺得終於 終於我的東西是被看見了 我還是看見了 因為不好意思 因為子龍長期的 在這個節目上面 被打壓是不是 被打壓 很常輸 然後被他 常常被我們批評 搞得他有一點 有一陣子懷疑義大利這個國家 對 懷疑自己的祖國 我們到底有那麼好 我們錯了嗎 我們錯了嗎 今天證明他還是滿不錯的 好不好 OK 其實我們今天聽完以後也就是說 好的地方我們可以學 也會知道說 那邊人民他們因為什麼樣的心態 所以整個國家會往哪一個方向發展 會有什麼樣的福利 多跟他們學習 我們台灣福利也要越來越多才行 好不好 好 今天要謝謝大家分享 謝謝小朋友們 拜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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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下載中天新聞網 APP了嗎 我想跟你分享一個下載中天新聞網 APP很重要的理由 台灣言論自由 有中天才完整 請立刻下載中天新聞網 APP 跟我們一起守護台灣 多一個下載就有多一份力量 多一個下載就有多一份力量